现在我们要来介绍一款以德式螺旋边以及环状钩边编制的一个手链或者是项链 那德式螺旋边的部分是在这个织带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是用两种样式德式螺旋边的技法勾边的这个织带的部分 那中间这个柱子比较大的部分呢 我们是用环状钩边法就是加柱子的锁针去编的 再接这个两种样式德式螺旋边 那基本上呢它可以就是把这个上面这个德式螺旋边的织带织长一点点 它就可以作为项链 那如果我们作为手链就只需要把这个部分德式螺旋边的部分缩减 那以这个当主角作为手链佩戴 那我们首先要穿珠子 那穿珠子的时候呢 我们是以这个方向来做穿珠子的那个就是加5颗12灵日本小珠浅色的 再加一颗深色的12灵以及一颗水滴或者是元宝珠再一颗12灵 那这个有画一个框框起来就表示这里是仪木 那这个打勾勾这个地方是表示我们勾针要入针的位置 这支记号是这样子 那如果你要做项链的话这个地方要穿50次 如果做手链我们只要穿10次就好 像这样子 5颗浅色的12灵再加一颗深色的12灵 以及一颗水滴珠或者是元宝珠 然后再深色的12灵 然后如果是手链就是做10组这个 如果要做项链就加50组 穿完记号A之后 我们现在要接着穿的珠子是 样式B 样式B的这个部分的话就是 5颗浅色的12灵日本小珠 再加上一颗4密的珍珠 然后再接着两组样式A 12灵前5颗 再一颗深色12灵 一颗水滴或者是元宝珠 再一颗12灵深色 那两次A之后又加一次的B 所以我们做完的这个 刚才接穿的这个A 样式A50次 或者是手链是10次之后 就接着做这个样式B A A B 然后手链的话就是B A A B 两次 项链的话就再一次B A A B 三次 像这样子 就是 穿完这个 刚才我们已经穿完这个 A的部分之后 要接一组这个B 所以是5颗12灵 一颗4密的珍珠 再一组A 5颗12灵 一组这个水滴珠 或者是元宝珠 前后各有那个深色的 然后再一组A 所以是中间有两组A 然后再一组B 像这样子 B A AB 那如果是做手链 就加这样子两次 如果做项链 就加三次 那 加完了这些 就是 之后我们要再加一个 加 穿一张这个小纸片进来做记号 因为在这 前面这里都是两种样式 德式螺旋边 可是接下来 这里要穿的珠子的部分 是用环状勾边 所以我们先做一个记号 穿环状勾边的时候 我们穿珠子的方式呢 就 从这边开始 所以是 水滴珠或者是元宝珠 再加一个4密的珍珠 这是第一个 然后接下来 就是水滴珠 再加4密的珍珠 这样子一格一格 就等于是一幕 所以到时候勾到这个 就是 环状勾边的地方 这里 4密珍珠的部分 它一幕都一定有跟着一颗水滴珠 或者是元宝珠 这个地方是两颗 两颗 那到6密的珍珠的时候 它就只有一颗 所以我们依序加的是 我只讲珍珠的部分 因为4密的珍珠 旁边都跟着一颗水滴珠 或者是元宝珠 4密4密6密 4密6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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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密6密6密 所以加10次 那只要是碰到4密珍珠的部分 都是有一颗 这个水滴珠 或者元宝珠 10目 不是10次 是10目 第一目 第二目 第三目 第四目 加一次类推到第10目 所以这个环状勾边的部分 这里有10目 但是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 然后还要接着再加 这个8密的珍珠 8密的珍珠的部分的话 我们就是从这个浅色的先加 两颗浅色 一颗深色 再接一颗6密的珍珠 那这个部分要做三次 不管是手链还是项链 都是要穿三次的珠子 就是浅色 8密浅 8密浅 8密深 6密 然后要重复三次 然后最后要再接 两颗的8密的浅色 那做完之后呢 这个是穿到这里 就等于是这个项链的这个部分 从这边编到这里来 勾到这结束之后 因为我们是对称的 所以要在反方向加珠子回去 那反方向加珠子回去的话 就是从这个样式B的地方 反方向加回去 所以要再把这个B A A B 重复一次 前面如果是做手链是加两次 那如果做手链 那一样就加两次 如果前面也是加三次的项链 那在项链回穿的这个 回头的转向的另外一侧的部分 也是要加三次 还有样式A的部分 也是一样 这个就是这个地方 那样式A的也是一样 手链的部分加十次 然后那个项链的部分 就加五十次 那我们就把所有的珠子 都穿好来备用 像这样子 这个是珍珠的部分 珍珠穿完的时候 就是要再接 要做 加一个那个纸片进来 曲格 因为在这个珍珠这一段 都是那个缓状勾边 那接下来这个又是回到 德式螺旋边 两种样式 德式螺旋边 所以我们加一个小纸片 曲格 这样子的话 比较不会忽略掉 忘记 但是你如果看到日本小书 就是要做那个 德式螺旋边 所以又是一组 这个B A A B 这个 做两次或是三次之后 又开始就加这个A 样式A 好 十组或者是五十组 那穿完之后呢 编的时候 就会是从反方向勾回去 从我们那个 因为这个线是这样子 开始穿珠子 所以最后的穿的珠子 会是先开始勾 所以编制的方向跟穿珠子的方向是相反 那现在我们要开始来做编 编织的动作 那我们用这个 勾针的话 用四号 或者是六号 都可以 那我现在手上拿的是四号 六号会更细 那我们在这个起编的这个地方 留二十公分就可以了 现在就是起针 就针在下线在上 绕一个环 写一个六 勾一目 推线 勾线 起一目 这是起针 那我们把第一目的珠子推过来 就是会有一组这个圆宝珠 或是水滴珠 然后以及这个有五颗的十二粒 这样子是一目 那一目全部推过来之后 一样勾一个加珠子的锁针 那这里要拉紧 稍微拉一下 再勾一个不加珠子的锁针 把第二目的珠子推进来 都刚好会是在这个水滴珠前面的那一颗十二零不要加进来 然后这个到就是在水滴珠的后面都会有六颗珠子 有一颗深的五颗浅的这样子 那加进来之后一样就是推线勾 这个跟那一种样式的是螺旋边是一样的做法 只是在这里 起针我们是勾两目 等于是勾两目有珠子的 然后两目没有珠子 然后第四目又是不加珠子的锁针 那我们勾完这四目之后 我们要把它就是现在这个珠子都是在线的右手边 像这样子 我们等一下勾的时候就是 如果你现在一开始就是勾完的时候 然后我们把它放在这个线当成是这个中间点 线是中间点 那珠子都是在线的右手边 那小珠在上大珠在下 我们要把这一个下面的这一组珠子往右往左上翻 这两个珠子两段两目的珠子把它放在线 这个线的右手边 这是第一幕 这是第四幕 我们把第一幕的珠子 由右下 在这里右下 往左上 右下往左上角翻 提上来之后 由右侧入针 那这个针 那这个针 针 针要放在那个深色跟浅色的日本小珠的中间 再把下一幕的珠子推进来 再把下一幕的珠子推进来 加珠子的锁针 然后我们要旋转这个织带 这个是在上面的是我们刚刚完成的 那在下面的是我们刚才第四幕 那现在这个是第五幕以及第六幕没有加珠子的锁针 那我们要把这个织带 再把它 这个 这个 第四幕要把它 一样是 往上提 那我们就会觉得我们的这一个 织带是顺死针方向旋转 一样由右侧入针 那也是要在这个大珠 就是那个深色跟浅色珠子的十二连日本小珠 两个深色跟浅色珠子的中间入针 之后把下一幕的珠子推进来 推进来之后再推线 这个要折成U字形 要在我们的手指底下 然后再推线勾线拉拔 这个屁股拉一下 起针的这个线稍微拉一下 你的织带就会更明显 那我们都是顺死针方向旋转 每一次都是由 比较低的那一个 你看这起来 右边的比较高 左边的比较低 所以我们要有比较低的那个入针 那入针之后呢 就是要在这个深色跟浅色的日本小珠的中间 然后再把这个下一幕的珠子推进来 推进来之后折成U字形 放在手指中间 再勾线拉拔 那尽量不要翘夹 就是所谓的翘夹就是那个线跑掉 不在原来的位置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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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